防疫险两年内都能申请理赔 只要符合理赔条件 一定拿得到理赔金 不用急着申请相关证明 请先将卫生单位量能 留给有紧急医疗需求的病患 我是经管会主委黄天木 很多民众投保了防疫保险 也会担心权益受损 但根据保险法规定 防疫险从确诊或隔离日起 两年内都能申请理赔 不用急着申请确诊或隔离证明 请将卫生单位量能 留给有医疗紧急需求的病患 政府会严格要求保险业者 医约理赔 确保符合理赔条件的民众 一定拿得到理赔金 疫苗打三剂一起做防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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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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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